我赌的天意 来自远方 当楚天秋意识到 一切他的死路与生路 皆来自旗下的布局时 强头鼠也在关键时刻 带来了新的惊喜 为什么哦 为什么不让我去阿哥 因为你的使命和张杉不一样 他之所以来到这里加入天堂口 或许为的就是这一刻 我 既然决定了 我需要确认一下 是否会波及到我的生命安全 你的生命安全吗 鼠同学 你以为姐姐是有时间的人吗 我没得选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阶段吗 是下注阶段啊 朱雀正在挑选 和是自己的赌桌来下注 他选中的桌子便是他的赌场 在场的各位领导 有九分之一的几率四 这么危险的赌局 我们偏偏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等 此机吗 你也什么都没做吗 看起来你比我们更早知道计划 惭愧 我确实应该为这件事自豪一下 原来每一个人的死亡概率是八分之一 每一道门百分之十二点五的死亡概率 我凭一己之力 让所有人的死亡概率降到了九分之一 也就是百分之十一点一 你知道这百分之一的概率分散到这么多人头上 是多么大的一切功德吗 你是多出来的第九人 并且私自打开的一扇门 这么冒险的行为 不像是你会做出来的事 是啊 你这死豪子 怎么这个时候这么赏心了 当年我有男的时候 你怎么第一时间告密 哦 这真得让我解释一下 如果不解释清楚 您可能以为我不是墙头草了呢 你虽然俗话说墙头草 两边倒 可我们终究是要见风使舵的 您的实力平平 又惹到上层动怒 被我出卖真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另一只羊不一样啊 我至今没有找到任何出卖他的理由 所以你就以一己之力 让参与计划的所有人死亡概率 都降低了百分之一 是的 单独拯救某一扇门 确实不是我的风格 我也只能想出这种计策 就算你不主动和我做交易 我也会想办法让参与者走进我的门 有趣是我没想过的思路 所以这场计划参与的人越多 我的功劳就越大 如果遇到杨哥 麻烦在他面前给我美言几句 我尽量 所以下主结束了吗 刚忙完回到这里 就听到了些有点怪怪的东西 怎么了 上车是什么鬼东西 我 其实不确定是不是我理解的意思 但是那个叫做疾到的组织 好像 疾到怎么了 我 怎么回事 青龙又没听到下面的东西了 他的灵文现在变淡 时有时无了吗 说话 啊 那个疾到好像要上车 可我不太确定这个车到底是 上车吗 别人的话需要单独去看 但偏偏疾到的不用 是的 只要我施展夺心魄 我存留在那个苹果大脑中的一丝意识 就能够知晓整个极道的动向 你们先是破坏剧中 紧接着又要上车 白杨 可你没想到我留有后手 这跟针 就算你知道了 也出不掉 什么时候可以再吃点东西 什么时候还再可以喝点水啊 这都是些什么想法 再说上车的人很多嘛 没有 仅仅 一二人 应该没什么事 就算他们再想隐瞒 可一个人的思维是瞒不住的 哦 按理来说 寻常情况 青龙一定会第一时间下去查看 可此时却坐在这里一动不动 似乎他的信念也消耗极大 再动用就会陷入失去理智一样 没事就好 什么 那个想法是 猪 则我们现在不能进门呢 现在不能 我有不安的预感 或许我们的运气要在这里 用完了 则不是吧 中奖了吗 脾气大的小姐 我们做个约定吧 什么 如果你活着的话 帮我去告诉旗下 让他承载我的信念活下去 则 这台词有点太中二了 我说不出口 如果真的中了奖 你想办法活下来 然后自己去说 各位 你们 安全了 周末吗 宋七 是我 他是马十二 目标在地珠场地现身了 快去 别等信号了 地珠吗 怪了 距离有点 太远了 我们赌错了 朱雀不知道我是王 所以没有降临这里 可是周末一旦死了 整个信息链就断了 是啊 我们分成了七个小组 分别在不同的场地应对 可谁知道运气这么不好 朱雀选了一个最不应该选的 我现在就赶过去 希望五个能在我赶到之前赶到 十二 我们走 小卷 若雪姐姐 在周末那里 似乎是地珠 我不太确定位置 你赶紧联络一下 别在这里等着了 哦 好的 似乎不远 六姐应该会发信号 别等信号了 先跑起来 咱们九儿最棒了 快 若雪姐姐 我只是看着小 可不是个孩子 九儿真棒 九儿快跑 好好好 你这是在做什么 别动 果然 朱雀给人的压迫感 真的很强 则 放个烟花 不可以吗 不可以 已经到了上车时间 你为何不走 今天有点事 想要在这里 多待一会 真是奇怪啊 似乎有很多参与者 都聚在各个生肖门口 你们准备做什么 朱雀 这次犯规的是我 你找参与者的麻烦 有什么用 哦 情况不妙 猫拥有的信号弹有限 每只小队只能携带一只 现在我身上 已经没有多余的信号弹了 而且最不妙的是 在杀了玄武之后 其余的猫分成了七个小队 现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赶过来 而我身边的战役 只有我身后的几名疾盗者 现在没办法发动位置 要如何通知其他猫赶过来会合 西奇亚小猪 每当有生肖犯规 他们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都是冤枉 你却主动把责任拦下来 是有什么打算吗 在我知道无法进生为天猪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好了 既然无论如何都是死路一条 那我不如死的壮烈一点 这样对得起和我同伴们的羁绊 死吗 你为何会死呢 因为今天要让这些参与者进我的门 这个理由够不够死呢 小小年纪 口气倒是不小 可是这些参与者这样群起进入列车的目的 是什么呢 而且这么重要的是 为什么青龙和天狗这两只耳朵 什么都没听见 又为何没有做出反应 也就是说 你们所有人都在生肖身边 等待生肖开门吗 则 不需要跟他说太多 造反就是造反 怎么还需要问东问西 造反吗 今天就很奇怪 我被耳朵好像被人堵住了一样 完全没有收到任何信息 既然犯规的事件出现 那理因我和玄武一起出现 毕竟玄武负责参与者犯规 而我负责生肖犯规 可现在为什么只有我自己出现呢 天狗 这么大的事情 青龙居然不动 是你龙了还是他 龙了 我没听见 我没听见 没听见 我没听见